还有多少谎言 从时招来 反正今天都要分手了 索性给对方一个明明白白 也让对方死了心 因为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你们两人明明知道 你们已经没有爱了 如果有也是从前 现在已经没有爱了 我不相信两人之间 缺乏最后的一点信任的情况下 还会有爱情的存在 现在能够足以支撑到 你们在一起 都是留恋过去的那点爱罢 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今天你们是注定要分手的 所以从时招来了 还有什么谎言 大的 说出来好让他死心 你也不必再躲躲藏藏 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说吧还有什么谎言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提心吊胆的日子 是不是特别不好过 因为被别人不信任 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受 对吗 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 好吧 我想跟女生说的是什么 你既没有眼里不揉沙子的洒脱 也没有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的勇气 你就任由着那个沙子留在眼睛里 所以你只要看人都是不干净的 不干净不是因为别人不干净 是因为你眼里有沙子 所以你看什么东西都是不干净的 而你又何苦来呢 你说你所有做的行为都是在证明他是个不干净的人 他是个有道德污点的人 你每天所做的一个问题都是证明他有错 他有罪 但证明了之后你又不开心 但你偏偏又不信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时时刻刻诚恳的 所以你一直在虐自己 那沙子如果不取出来 就一直放在里边 最后你会瞎掉 其实你也知道你自己活得很累 你也无法改变现状 但你为什么还要纠缠在一起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 曾经你们之间有爱 第二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黄金60秒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骗你 我只想说你跟我可以安安心地一起 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有让你安心 是我的不好 但是你总是自己去一想一些没有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不存在你 为什么脑子里面老要想这样的事情 我也希望能跟你好好在一起啊 但我觉得你让我捉摸不透 所以我就越想去捉 然后发现后来就越来越糟 请亮灯吧 还是提醒你们最后一句话 请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心理感受啊 来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